京剧名林潘许燕,四康游为女儿康童碧,是中国第一个官派,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妇女代表,清末的大花轿,就是俗语礼嫁闺女的轿子。 1885年,上海青楼女子合影,宋氏姐妹父亲宋家树青年时期照片。 1911年,乡间田耿上,小康之家的女子,打着一把时髦的洋伞,与车夫的光角形成强烈对比。 1943年,罗斯福夫人与宋美玲,很珍贵的梅兰芳早年商骰剧照,照片中的她非常年轻,还有点青色。 1946年,老外们正在观摩中国第一辆汽车,她是慈禧的座驾,名叫杜里埃,从法国引进,当时价值一万两百银。 天津,李鸿章坐着,二人抬出行,前面有家蒲领路,身旁有随从此后。 四民国期间,将犯人绑在木棍上游街市中。 四1930年,上海一位年轻的女服装设计师,她的头型和眉毛,都是当时的流行款。 四宋氏姐妹的父母合影,父亲宋家树,母亲年贵真。 四清末上海一家新式女校小学生,手拿雅玲锻炼身体,看穿着和环境,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不简单,非富即贵的感觉。